澳大利亚悉尼先驱城报网站是2月13日,开载题为五只眼睛,是如何逃至扼杀华为的行动的报道,曝光了西方打压华为内幕。 报道着,今年7月一个温热的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网络官员一起喝酒,来自五只眼睛,情报联盟成员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来到加拿大沿海省份先思科社一个安全的度假道,度过一个休闲的夜晚,之前,他们在附近的沃泰华,进行了紧张的会谈。 报道介绍,特鲁多出席了这次分享关于敌人政治威胁看法的聚会。 他离开后,对话回到了在这次年度会议之前就一开始,并将在会后持续很久的讨论,这些情报机构应该将他们对中国的担忧攻之重吗? 报道着,7月17日晚宴之后的几个月里,参与晚宴的那些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阻止中国技术巨头华为公司,为他们的下一代无限网络供应设备的行动。 而这一对北京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近期,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兰州,在温哥华被捕而达到高潮。 自期议会谈后,这些情报机构负责人,发表了一系列罕见的公开讲话,相关国家就禁止华为参与五颗网络电视采取协调行动。 这是从特恩布尔作为澳大利亚总理所做的最后举动之一开始的。 他在下台前的一天,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他,澳大利亚决定将华为和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心,排除在澳大利亚五颗计划之外。 8月23日,澳大利亚发表,关于他将在建设下一代无限网络所采用规定的。 但这份兵器领导层发生动爆,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注意。 报道着,11月28日,新西兰禁止华为向电信运营商Spark新西兰提供5颗设备,到了12月6日,曾主持五只眼睛情报人盲年度会议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戴维维尼奥,在他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就一个新的威胁,发出警告。 他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现,在对加拿大建设和维持繁荣经济、知识经济的能力至关重要的领域,出现了由国家发起的间谍活动的趋势。 他还说,我谈论的是像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物科、生物制药和清洁技术这样的领域。 换句话说是加拿大未来增长的基础,谁都不会怀疑。 他谈论的是中国,在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说出这番话一天之后,宁国军情六处负责人,亚利克斯·杨格,在其母校圣安德鲁斯大学发表讲话。 他警告说,变化中的国家威胁很大程度,上市我们的对手越来越有创意地利用现代技术。 他的讲话被视为非常罕见,在加拿大的那次会议上,代表美国的是吉纳哈斯佩尔,这位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生活在暗处,身经百战。 他在参议院五月的提名证券厅证会上,透露了一些情况。 他说,他擅长寻找和获取秘密情报,我通过在擦肩而过的瞬间交换情报,秘密情报传递点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首都陈土飞扬的吉祥碰头的方式,获得了这些秘密情报。 报道称,早在哈斯佩尔出任中情局局长之前,美国就一直瞄准北京,针对华为孟晚舟的行动,只是美国妄图迫使中国就万努力的一个方面。 在今年举行的西班牙巴塞罗的移动通信道会上,华为公司展台用电子屏,展示五颗技术,新华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